他这个人跟跑步子讲 空子生的时候啊 他妈妈抱着我就抱过他 而且我还摸摸他的头 你将来一定做生人 那个从古道中采访的人很多的 所以讲生能这个东西 生了病死 怎么去讲 又在产中标榜 产产是了生死 生死怎么了 我们先拿自己来念奏 一般人修书 都想打造身体健康的和强的 为什么真刚真相叫我们 无人相 无恶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不要认为 修了佛以后 寿命是无量物 别永远活下去 这个观念是要拿掉 事实上我们念真刚真 念是绝对相生 念到无受者相的时候啊 老实讲我们嘴里是念 心里不甘呢 还是要受者相啊 都会的 你看你们翻开旧的旧本的真刚真 上面两个节奏是唐朝那个女皇帝物在贴着的 真刚不坏 神愿俗开唯灭 唯灭 唯灭 我一下也记不得了 你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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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书生对我老多冷啊 老是不会 他一定记不得 那不是 也可以 这个也是无解特写 无量生 生为了法 百切万劫难得你 我曾借问得受持 愿者如来真是你 这个也是无解特写的 每本真刚正在上面都应 什么真刚不坏声啊 五个字也就得想起来再告诉你们 没关系 不是我们的本题 好 真刚正在有提到武术在想 好 我们现在 就口手念头啊 先介绍 我们倒转来啊 生意识的问题 人 人 怎么死的 自讲人啊 其他主要 就这个可说 不是我说的 都是福建山有标 可惜你们读的福建里头 没有找出来啊 我现在帮你们好好找出来 将来还是要你们自己去研究的啊 我们这个人啊 我们这个人啊 一生下来 就死掉了 你信不信 你绝不信 道家有一个人 道家有一个人 讲的背负 讲的痛快 庄子 庄子 庄子是道家的 庄子 在道教里头 这本书不叫庄子啊 叫南华针 老子这本书在道教里头叫道德针 庄子叫南华针 庄子 庄子这本书在道教里头叫清虚针 就是道家的三针 重点的三针 庄子 怎么说呢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他说当一个 人的生命 宇宙外物的生命 当你刚刚生出来 那个时候就是死亡的开始 方生 就方死 你刚刚生的时候 就是死亡的开始 你认为是死亡的时候 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是方生方 庄子在别一个地方 要借用孔子告诉他的大弟子 也会一句话 孔子这么告诉也会 传道给他的大弟子 回 这也会的名字 回 交笔非垢 就这么一句话 你看 我现在带领你们 刺激你们年轻的同学们 好好说古文啊 古文说不好 你念着胡说中国文化 影子都没有 怎么叫交笔非故呢 好 我们两个对面走过来 你走过来 我走过去 两个人走到一排 就说两个绑子 靠都没有靠 两个绑子 靠一下 你想这一头走 我想哪一头走 你的 原来的这一山啊 两个绑子靠在一起 已经没有了 就要过去了 是交笔非故啊 就两个手那么插一下 一下就没有了 就说的诸形无常 四个人一切的东西 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 俗法叫做无常 我们中国这文化已经叫做变化 四个人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变 没有一分一秒不变 没有一件事不变的 所以它无常不是永恒存在 这个生命是方生方死 当我们一岁的时候已经老了 跟你生下妈妈生 就满月的时候老得多了 当我们十岁的时候 比两三岁已经老多了 这每一天都是小死亡 真贴的不是昨天的 明贴的也不是真贴的 都在死亡 于是在死亡 现在我常常问人 你看那个生过孩子的太太们都知道 那个婴儿生下来 有些人住过爸爸的都不大负责任的了 很少看孩子的 你那个婴儿躺在床上 歪什么你知道吗 有些人大概知道 婴儿两个手不大动的 那个指头这样抓到的 大指头放在里头 所以到家后来打住我中庸 这个手印叫做欧骨 婴儿这个指头放里头的 很少有婴儿这样的 这个婴儿也是健康有问题 大部分是这样的 都是放里头的 婴儿在床上玩什么还蹬脚 蹬脚 特别爱踢 怕生命在成长 所以七岁八岁的婴儿狗都讨厌的 那狗睡觉他都跑去踢他一下 他两个腿啊 等于那个狗啊 将牙齿的时候不咬不舒服啊 我们人将牙齿小孩子的时候 不咬东西也不舒服 发痒发酱啊 他两个腿发酱 生命在成长 等到慢慢 中年以后 大家做起来就喜欢这样了 两个腿交起来 已经都醒了 到老年做起来就这样了 哎呀 根本没有生命 生命的死亡 从足底下开始 所以一般上说 养精熟悉精力也从足底下开始 精从足底生 所以我常常告诉这种东西 哎 穿袜子啊 你穿上面的衣服拿皮袍包起来 下面光着没有用的啊 你把下面两个腿一保护好了以后 上面少吹一点没有问题 两个腿 你看老了以后啊 这个人家 大家 我们看到啊 你看哪里 你的 到了中年什么呢 嘿 中年有一个东西 很快就出来 嘿 每一个人家里都种西瓜的 到了中年都出去买西瓜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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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